第七局 OK 各位 打好 打滿 終於來到了最後一場 我們來看一下 這場有一些選角上大家覺得觀眾提問的這個爭議 就是有關於閃電人為什麼第一選擇沒有選擇熊貓 他是問說 以第七局來說 選紅方還是藍方來得好呢 我們先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有關於第七局 到底要選紅方還是藍方 那其實各位可以想稱 第七局就等於第一局 就跟第一局沒什麼兩樣 因為角色全開 然後呢 我個人覺得 以第七局來說 自己會選合方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可能想說 藍方可以搶角色 當然啦 藍方可以搶角色 大家都知道 問題就是 因為你第七局 所有角色是全開的 就跟第一局 所有角色全開 你要搶的角色太多了 你要搶的角色太多了 就是 你也只能搶 就是什麼 熊貓 經驗 家雀 那種 贊尼爾 之類的 有沒有 你有很多選擇 你太多東西要搶了 所以我個人覺得 如果你今天是以第七局來看的話 第七局跟第一局 我個人的理解都是 你選紅方會比較舒服 但是 但是 我講個但是 但是今天是 B.R.O. 你懂我意思嗎 B.R.O.超會打藍方 而且他們原本就很喜歡打藍方 他們的藍方勝率 73% 紅方勝率最低的 29% 對 就是這麼低的 所以呢 如果今天是以戰隊來考量的話 B.R.O.當然會覺得 我再怎麼選 我都是選藍方 OK 這個就是戰隊的因素啦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場的選角 B.R.O.為什麼第一首選不選熊貓 好 我來看一下 他首選的是小青 好 小青 欸 你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欸 我也是這麼覺得 他如果選一隻熊貓 再加一隻 那個什麼 後期角 其實是可以的 你其實是講對的 欸 我也覺得熊貓比較香欸 欸 我也覺得熊貓比較香 小貓很香欸 但他沒有拿 嗯... 嗯... 小青 奶綠是玩得非常好 難道是因為他們 第四局直接讓選手拿沒腳 有可能嗎 再來看他會過方的選腳 然後呢 以閃電王來說 他們第四選擇一定是中路位 然後他中路位如果他要打青人的話就是 可希 然後再來就是 有些觀眾會問說 欸 為什麼這個版本還要ban 諾可希沒有 他們打是舊版的 只是之後世界賽會打新版 諾可希就廢掉了 然後索文也是 索文也是 他們現在的索文是舊版的喔 就是那個藍彈 啪咬下去 我到頭 阿公直接被打到棺材的那種 超恐怖的 真的是超級無敵 可希沒有錯的選下去了 那就看他們 看我就說 閃電王就是喜歡讓 他們喜歡讓凱薩路 對位是康特的 所以我在想 他就看那隻青煙是打那裡 如果青煙是打邊線的話 他就讓凱薩路去打邊 他應該是這樣想 他應該是會讓奶綠是舒服的 因為我看他基本上 很多場的選角 都是讓奶綠的選角是舒服的 但是以BR我來說 他會讓 講簡單一點 就是皮卡很能卡 如果你今天要說 我要選擇一個盾的話 我一定選皮卡 但是如果你今天說 我要選擇一把槍的話 我一定選奶綠 矛盾對決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兩個就是 這兩個凱薩路 就是長得完全不一樣 那就看 教練怎麼運用 就看你教練 欸 圖倫喔 舊版的圖倫 還行 但是如果是新版的圖倫 我覺得就不太好 為什麼呢 因為新版的圖倫 大家應該知道吧 如果你有玩遊戲的話 新版的圖倫是暗開的 可是如果以今天舊版來說 我們 基本上看到敵方出一格 第一個是想到的中路角色是誰 圖倫 直接選下去遊戲 有沒有 舊版就是這樣子 獨人打一格 就好怕耶 直接把你電爆 然後 可是以新版來說 我覺得就沒有到那麼好打 因為我新版後來 看到敵方選一格 然後我選中路 我就發現 奇怪我以前電的到的地方 怎麼聽不到 就是他改段 他確定是暗改 確定是暗改 也有很多觀眾 來跟我們翻譯 確定是暗改 然後再來就是 這位同學有問到說 關於宇宙一群 為什麼要選斯科德 斯科德 我覺得沒啥問題 因為你看他這樣子 野凱還是好打的 他這個的對位到那隻星葵 然後 小青對位那一隻 敵方的青燕 我覺得沒啥問題耶 我覺得不會有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可能你們會覺得 斯科德是一塊肉 但是 我個人的理解是 斯科德 他在前中期的時候 其實很強 他上到二期的時候 開始就是他的發力期 不要想看斯科德喔 斯科德你把他強成是一隻法傷 很多人會以為他是誤傷 沒有他其實 他算是法傷 就是為什麼 他的二技能 其實他拳頭的那個被動 都是魔攻 他前期其實 你只要帶一個叢靈多加 是很靠杯的 你直接 二技能出起來之後 一技能往前 然後開大絕暈下去 然後二技能剛好就直接出好了 砰下去 然後一直吹他 一直吹他 那個叢靈牛俠就 緩速他 一直跟一直跟 普攻 每天都磨傷 你要小心那個斯科德 前前傷害 那我們這場 等一下就看 前面他們只要一撐出 野凱他們雙人箱會贏嘛 他們這場應該是打3-2啦 以閃電腦來說應該是打3-2 然後野凱他們會贏 這場關鍵在哪裡 就是那隻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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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前面能不能撐過去 然後他兌現到的是 以前期非常噁心的 蘇 然後以及薩尼的這個組 他自己就要小心 那沒事 反正寶哥會一直跟著他 到底 錄死誰 我們去給他看下去 OK 我們看到的這個 純之沙 不是還沒有給野餅 我們看一下 他們自己是想要直接Rush 那邊線喔 靠北 死了 等一下 往後走吧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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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是 他是點2技是不是 他沒點1技喔 我看一下 這人哪裡出了問題 錄也沒什麼問題阿 他點2技啦 哇 然後沒有讓刺客者扛倒 完蛋 這一 第一波很虧阿 他剛剛原本還可以 就是他只要一起完之後 他還可以配合 那個什麼中路 銜接過來的證責 然後 還去騷擾你 我前期會很苦 會很苦 那就是 哇 這一波的戰術 因為 畢竟死掉了 沒能指出手 來 然後 現在 預祥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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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強耶 他那個射手真的是很強 我覺得他從之前 他打電影下來的時候 你就看到這個 這小朋友一直在進步 然後我覺得他是非常了解自己缺點在哪裡 就是他可以一直改 一直改 一直改 然後我覺得他現在已經有 那種 感覺了 我覺得他跟子瑞兩個人 都是非常有機會交出 世界級射手的一個字 我講真的沒有誇張 沒有誇張 薩尼 那薩尼音樂完全有關係 所以還好 然後以閃電王來說 他們的 每一次奇殺魔龍的 概率真的是很高 他們都會 他們就會選一些 比較前期一點的角色 然後來選擇 那這個龍應該是我的 鬼之之 喔靠阿寶 不是 T1 講錯了 T1 他這樣沒死 他也 哇 這樣也沒死 OK沒事沒事 一個 一輪換一個 哈哈哈哈 沒事沒事沒事 中方輔助都差一滴 都差一滴 然後 等一下我覺得就主要看那隻 斯科德了 等一下那隻斯科德可以做很多事情 可是他到後期的時候 就是拿去做一個漏盾 就是來去扛敵方的Poker陣 就是拿去扛 是因為斯科德 搶真的就是 但是你 我覺得 剛剛這個 H提問的同學有問到一個 就是有關於 為什麼不行 熊貓這隻斯科德是一個很好的理由 就是熊貓 確實 可以選 確實 很強 確實很強 在第一選擇的時候 就是熊貓鎖 選下去 確實很強 但是我覺得以他們今天這樣子選出來 我覺得不會差到哪裡去 我覺得不會差到哪裡去 整體結果論來說 這個陣容打下去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沒啥問題 沒啥問題 主要看遊戲內容 但是前面遊戲 前面的遊戲內容 我覺得 前面有點抖 我覺得有點緊張 才率有點緊張 這裡四個 哇 為什麼不往前 這個感覺 幸虧死了 好可惜喔 好可惜喔 我剛剛覺得幸虧死了 因為新聞剛剛交大了 這邊位置 完全被打得出來 趕快走 哇 你看這斯科德 超痛 你有看到嗎 那我們現在想這波 因為這波我覺得 斯科第一時間就可以直接衝出去 然後用大絕把他拍下來了 但是他可能想說 敵方還有一個 二技能可以解控 我在猜啦 他應該是這樣想 所以他第一時間沒有進 然後再來就是他打 第二拍的這一隻 那個什麼 蘇 你看這個傷害 黏下去八百多滴 然後繼續用重力牛角一直黏 人不用叮噹啊 真的 通報 整關鞋被他打掉 太恐怖了 所以我覺得 斯科德這個peak 致命沒什麼問題 以我的角度來出來 當然每一個角度 每一個人的看法可能不一樣 但是 我個人的理解是 我覺得斯科德這一個peak 不會有問題 這個peak 不會有問題 因為畢竟他前期做得了 斯科德前期很強 他怎麼會要死啊 他前面 他前期輸出量是夠的 然後再來就是他後期的時候 他就可以來去當一個clunk 為什麼 因為你後期輸出來源就是那隻索文啊 你輸出其實是夠的啊 然後你就是缺一隻坦克 反彈前面嘛 完蛋了 出色 在剛講完 完蛋了這下塔沒了 這下塔應該是走不了的 這下塔沒了 哇 換了一個上塔 但是 欸這邊還不退喔 會有點危險耶 這邊會不會跟到底喔 完蛋了啦 這邊是沒瞬移的 因為他前面就消過了 哇 完了不要失誤啊 哇 不能讓索文肥起來啊 哇 這裡不能讓索文這樣子 哇 索文過得有點舒服 他現在幾K了 哇 我覺得有點緊張 我覺得雙方選手都有點緊張 都有出現失誤的動作 閃電郎 我個人覺得 以今天來說 心態對我的應該是寶可 因為寶可早就體驗過 然後已經演演 當然兩位選手 我覺得 都今天老到了 沒什麼問題 然後以BRO來說的話 我覺得 他們絕對扛得住 一個什麼 打過世界賽的人啊 原班人馬啊 好不好 他們OK的啦 雖然他們都是小朋友 但是我覺得 他們的那個什麼 這個心態啊 都已經很茁壯了 都是已經是 成人等級了 非常成熟 沒什麼問題 反正是我覺得 成人這邊 就是穩穩的打 然後讓所有 陣線架好 穩穩的讓他舒服 不要有任何的舒服 因為他現在很簡單 當簡單一點 你到中後期 敵方那隻心軟 只要不然你蹲起來 那隻心軟浮起來 哇靠 不會一直蹲得到 不會一直蹲得到 所以你自己要小心 不要出現失誤 不要讓那隻心軟 浮起來 不然你真的會 真的會苦 真的會苦苦 你現在已經掉兩座外塔了 所以這樣其實沒有 要轉 然後敵方還拿到了這個 艾薩 等一下那個龍口 可能要站一下 那個 艾薩的龍口 可能要站一下 鬼龍要出了 這裡的是個小號 很漂亮 哇 可是這樣子龍沒了 我站著 我覺得他心腦很大耶 有點猛 但是龍是掉了 他很敢很敢 我就喜歡這樣子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他不怕 他不怕那個壓力 很好 敢秀 雖然是空掉了 被敵方子瑞也反映到了 但是 嘖 我覺得是好的嘗試 雖然是空的 但是是好的嘗試 不過呢 以借過人來說 左邊就是轉藍 不要我轉藍 好不好 不要我轉藍 這邊拿到一隻龍 這個中塔應該是沒有 這個中塔應該是沒有 然後我們這邊 現在主要觀看的點 就是皮卡 因為皮卡已經11等半了 你懂我意思嗎 他要12等了 輕艷的遊戲就是從12等開始 這個中塔不要瘦了吧 頭破血流不要 不要 不要 真的不要 我真的很怕看到一波倒 那種 一波倒也靠出來 一波倒也靠出來 慢慢的 慢慢的 奶綠這個蹲定 是沒被哨音看到的喔 奶綠有閃喔 有到 要嗎 閃到 啊 哇 皮碗反應真快 哇 這什麼聲音 這就是舊版的索文啊 各位 但是我覺得啦 新版 我覺得對於世界各地的 那什麼 每一隊都有影響 因為索文不能用 莫可惜 不用上到Bangway了 你知道為什麼 然後還有很多角色 都有微微的暗桿 所以我覺得 有些角色應該會出來 比如說警 之類的會出來 就是有一些比較特殊的角色 以前可能不常出的角色 我覺得都會出現 因為有一些角色有暗桿 之後再做 影片 為著各位說明 我們先來看一下舊版 他們現在打這場 這個冠軍賽是舊版 去龍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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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完這個蹲點 提完這個蹲 點了 又要死我 好痛喔 哇靠穿不住欸 哇 改叉 吃改叉 新個兵 吃改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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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吃改叉 吃改叉 欸 很好吃喔 別勒 真的不吃欸 這樣啊 自己不吃嗎 我覺得可以吃欸 我已經吃了雲碗了 我怎麼覺得可以吃啊 我覺得可以吃欸 真的可以吃 真的可以吃 哇 你看這個 我玩 哇 有這場才那樣贏了欸 可是有不確定因素 不確定因素在哪一隻青燕 確定因素就是那隻青燕 哇 我覺得 這場 兩個看頭 第一個 右邊看好那隻索文 左邊看好那隻青燕 就這麼簡單 哈哈 對 那要看單好不好 就看他們兩個 有沒有空間輸出啦 OK 然後這裡 暗影凱塔是放中 等一下呢 PRO的充塔 應該是會被抹掉的 然後以線權 以線權來說 才那樣子 現在的線都是很舒服 所以這個充塔 絕對沒有什麼問題 甚至可以壓到二塔 可以壓到二塔 因為他們有一個 壓塔神器 欸等一下 完蛋了 那這個就不確定了喔 這就不確定了喔 這個 我要被拖到一段時間了 拖到一段時間了 哇 這裡必須說 心眼蹲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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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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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要被流到欸 我們現在是很疼 很疼的喔 等一下提問 嘩 哇 提挽 搭配這個皮卡 嘩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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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講不出話來 哈哈哈 我只能哇哇哇 好猛啊 哇 他看到了皮卡 要過來 所以他就直接 定板欸 哇 哇~~ 提款心臟好大啊 哇~~我覺得這種很好看 很好看很熱血 不一定的不一定的 你看到那隻星焰了嗎 那隻星焰肥爛了 哇皮卡 要王者了 要王者了 要王者見了 各位 但是呢 現在就看到底能不能跑出那隻索文 索文只要一倒 遊戲就沒了 遊戲就沒了 但是呢索文如果還活著 哇 反而會 敵方很難抽 因為索文好守塔也好攻塔 因為他的那個藍彈的原因 舊版那個藍彈真的是太歐普 那個藍彈 太鬼 OK 斯科德運動經驗就不太開心囉 這裡趕快走 這要趕快走 完蛋子了 哇 斯科德先到 那 喔 嚇死我 要直接吃嗎 他們是要直接Rush 喔可以啦 我剛剛想說 可以帶一下那個什麼蝦冰 然後再吃 他們是選擇直接Rush OK 選擇直接Rush 死掉 但我覺得第一次龍還好 應該是守得住 因為畢竟他們有守 第一次龍我覺得 威脅已經沒有到那麼大 但是第二次龍開始就 不能再出現剛剛那次 就是被那個什麼 帶鞭的人被抓掉這件事情 哼 像剛剛閃電浪已經出現兩次了 一個是 那個什麼 柯里奇被抓掉嘛 然後第二個是 斯科德被抓掉 就會有點可惜 我跟你講現在呢 個人覺得在打這種冠軍賽 壓力這麼大的情況下 真的就是看誰失落 誰那天狀態好失落比較少 誰就贏 真的 因為我覺得他們都 已經到了一個天花板等級 就是 他們都知道要做什麼 問題就是呢 當你今天突然 完蛋 失利 大家就會 直接爆打你 這種東西嘛 他們就抓到那個失利點 直接直接往你身上灌 大家都知道遊戲該怎麼打 所以 他們的腦袋應該都是很清晰的 問題就是 如果沒人先認識 你看 遊戲就沒有了 這個是 傻泥 這個傻泥 太鬼了吧 這傻小啦 哇 啊 這傻泥是什麼啦 抱歉我爆出口了 各位 那遊戲好像結束了 這傻泥太強了吧 他又換了 他又換一個服飾狀 這傻泥是什麼東西 他太猛了吧 他FMVP了吧 哇 青煙多爛 哇這傻泥太強了 哇我真的是貴了 我真的是貴了 他太強了啦 哇恭喜 恭喜 他太強了 各位記住他的名字 T1 他太強了 他太強了 我傻眼 我真的傻眼 他太強了 哇靠 有這種輔助 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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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FMVP T1 謝謝 然後我們這邊順便跟各位帶個資訊 也就是APL 2022賽季在11月16號會開賽 所以各位呢 記得 分時觀看 好這個 Corona幫你們免費宣傳一波 記得下面有多在你眼前 沒有啦我們來看一下抽籤 我們來看一下抽籤 這裡我看一下 這一次因為只有12隊參賽 所以 許巴強的話 我覺得還會好 這個 那沒什麼問題啊 第一組啦 第一組比較不舒服啦 第一組比較不舒服 就是有BOX BOX是越南的第三 第三種子 然後 Halong是第三種子 泰國第三種子 然後 BRO是我們這一次的第一種子隊 前面都是第一種子隊各位 前面都是第一種子隊 SGP也是第一種子隊 然後 印尼 然後 EAC 那這個不用預測了吧 各位 從第一組來看 當然是 抱歉了DG 但是 Bagon跟閃電狼晉級啊 然後 以 C組來說 這個 真的是 不是啦 這個到底也是要預測什麼 這個 觀眾你們下次如果是這種抽籤 就不要叫我來看了好不好 這當然是VGM跟BRU 這個 你們來看都知道好不好 第一組當然是SGP跟MAD啊 對不對 當然囉 然後 但是以 我個人覺得啦 以A組來說 雖然BOX是越南第三種子隊 但是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BRO一定會進行 我個人覺得BRO一定會進行 但是 塔龍和BOX卻很高 所以 我想真的我目前啊 我這一屆 我覺得 越南隊很強 我必須 很 誠實的說 我覺得 三個賽區看下來 我覺得越南隊是 很突出的那一隊很強 真的你們自己去看他們 豪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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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強 所以 哇 要選一個是不是 完蛋了 我一定先選 BRO 但是呢 還要再選一個的話 我個人覺得是 依據我剛剛想的 我覺得 我猜是BRO跟 雙B啦 好不好 雙B BRO跟BOX 但是我必須說 各位也不要想說 啊 什麼什麼 死亡之主啊 什麼之類的 這些目標 我跟你講啦 GCS賽區的目標 不是八強而已 都是 冠軍賽 都是打冠軍的 都是 要拿冠軍的啦 所以前面 不管用到誰 我覺得都沒差 我覺得前面不管用到誰 都沒差 大家 問題就是 大家要有相信力 一起為GCS的所有隊伍 MAD 閃電郎 BRO 一起為他們加油 他們是我們的 那個什麼 他們是我們台灣的紙光 OK 大家一起為他們加油 決定是 加油 我們下期見 世界賽見了 各位掰掰 哈囉各位 我是GarryGarry 最近呢 叔叔有入圍這個 2022年的 星光電競大賞 然後呢 今天就是來敗票啦 希望各位可以投票給叔叔 OK 我是入圍到的這個 在產品專精 你看產品專精 這一個類型的 評論 報道篇 好 叔叔就在這邊 那是不是 很明顯 是瘦的時候的叔叔 現在的叔叔呢 繼續收看 我們下期見 掰掰 希望各位可以打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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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都市長的約會 就我們下期見